四方公司遭银行扣押车辆 交通局表示四方公司于去年10月 因营运不散退出本市公车营运路线 所属车辆后续由银行及其他债权能进行扣押 上开车辆已无行驶本市市区公车路线 为市区客运305 306两条路线之车辆 亦停放于该停车场 因配合消防救灾动线需求 故有部分班次延后发车 现已陆续挥物行驶中 交通局已要求本市市区公车业者 定期举办电动公车消防演练 并落实车辆设备安全检查 以维护民众乘车安全